全世界的甲骨文 其實都在台灣 在台灣哪邊 在台灣的南港 南港怎麼保護 這些甲骨文遺跡 就在甲骨文的遺跡 歷史語言研究我旁邊 建立了愛國者的防空飛彈基地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這樣誰害誰 歷史不知道 可能哪天解放軍 為了打愛國者基地 不小心把全球最重要的 甲骨文的增長地给炸掉 所以可能是拿甲骨文的遺跡 來保護南港的 愛國者的防空飛彈 我們以為是 愛國者防空飛彈 保護甲骨文 可是解放軍要攻台 是不是要打愛國者防空基地 那怎麼防範 我就旁邊擺甲骨文的遺跡 有本事你打打看 官面有變歷史千古罪人 所以其實所有的